阿這台車是你買的 剛買的還是 不是不是 從家裡就是一路接手這樣 為什麼會想要改避震器 因為原本的已經壞了 原廠換過一次 然後又很快大概五六萬好像就又差不多快壞了 Centra原廠的避震器就很軟 對啊 就有換跟沒換一樣 對啊 差不多 而且Centra還有一個很好玩的地方 如果你的避震器有軟掉的話 車子都會偏一邊 對 那個方向盤 我後來是有光一邊 但是不確定是不是因為這個 但後來都沒有定位什麼 十字八九是不是定位都沒救 一定都是要換避震器 聽說你有在熱血阿 有 有在跑 阿你避震器挑了很多家嗎 沒有 就是一開始 就像大家可能就是用網路上找 然後看大家推薦什麼 然後大家可能都會推薦什麼KYP什麼的 後來就來這間車廠 我們也做過老闆Servio嘛 好像這個不錯 你這次來換這套法爾斯阿 你希望可以得到什麼感覺 這台才是家用車目的嘛 所以我還是希望就是以乘客舒適為主 但是又要可以玩 可以玩只是目前兼用啦 因為我覺得玩的部分靠自己的技術 排氣管有沒有聽起來怪怪的 直通 不是 是那個 觸美拿料 露瘋了 繞厚 繞石 所以才說連這次一起換 欸建宏師傅 他這次排氣管露氣 你覺得是從哪邊露阿 這上面有一個大洞阿 有其他剛好這個焊接的地方 這個真的有趣的欸 超值啦 原車到現在 超值啦 也是啦 20年了 我每次開過去問我 你管是不是有動 我都說沒有 那是就是 我剛剛也問你有沒有動阿 對啊 阿不是要當辛考男人 沒有 這個是日本的 我那時候就是在挑 就是比較安靜一點的 是 日本RSR 很早期的排氣管 後來RS好像也沒在做完戲管 變得聚雲 你上的車 換副場的引擎腳會有差嗎 比較麻 所謂引擎腳這種東西阿 有沒有分順序跟棒數 是穿字這兩隻 最大的差別是前後這兩隻 因為引擎會前後放動 入檔煞車 卻用的時候一定會放動 我們的順序習慣都是 左右先換 後來再換這兩隻 因為這兩隻 最後我要做最後調整 兩本身上面會有相機這些 它的順序就是 慢慢用手鎖上去 然後再把固定用式鎖緊 那鎖的棒數有分嗎 交到緊還其實OK 交緊就好了 日常的QD 它有它的作用原理 它現在一個 類似像拖曳壁的結構 這一支連接車身 這邊連接QD的這個連桿 我們車子在高低上下擺動的時候 它是一個呈現弧度的一個狀況 原廠的橡皮你會發現 它是坐兩邊是空的 這個就是讓它在擺動的時候 這一支軸心可以左右移動 如果你不讓它左右移動的話 那就變成我們的後輪在左右移動 而且所有這個上下支撐的硬力 你就會頂在這個位置 頂在這個位置 也會頂在車台上 那當然頂久了車子的金屬 可以跟著疲勞 原廠的這顆橡皮 它的成本一定遠比一顆 石芯橡皮來得高 它這個東西要做中空 中間還必須綁鋼絲 才有辦法做出這個橡皮 如果說今天把它塞滿 車子可以更好開 那原廠塞石芯橡皮就好啦 像三腳架的鐵套橡皮 牛腿的鐵套橡皮 都是實心的啊 它拿來這裡用就好啦 這個其實就是要拆這顆螺絲用的一個洞 因為它中間還有一支小支的連桿 它這支小支的連桿就是固定讓 脫衣壁不要有太大的擺動 其實Nissan很多QD懸吊都是插斜的 久而久之不會容易 就是吃單邊 不會啊 所以說剛剛這顆橡皮很重要 你如果這顆橡皮你把它塞滿的話 它就一定會吃單邊啊 因為它會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在一邊 像A32在左邊 A33在右邊啊 所以沒台沒機 這個東西不要亂改啊 對啊不要亂改啊 那個中間之前有人做魚眼的啊 也有人做幽力膠啊 後來那幽力膠都扁掉開掉啊 那改它幹嘛 車主開起來有改 什麼改 就是有比較硬的扎實的彈跳感 這個避震器是法爾斯寶哥的作品 我發現法爾斯的避震器好像在下面的部分都比較短 它會留給彈簧的行程會比較長 這樣你車子在吸收一些小碎症啊 直接晃動的時候 它可以發揮到它該有的 兼顧舒適性 對也不會說 因為有的避震器它下面做得很長 但是卻很容易觸底 來的時候就有上座嗎 基本上都會有 盡量的沿用原廠上座 才不會造成你後續維修的一些困擾 我的底盤耗材有什麼需要相對應的提升嗎 提升的話 其實在SPR它有做它的那個專用的襯套 可是在過外的時候比較不會有一點那種間隙感 阿其他的橡皮鐵套呢 橡皮鐵套盡量都不要 原則上原廠給你的橡皮是最好用的 以前在做Centra的時候 就會覺得它的後座有沒有 不是只有上下搖晃而已 還會有左右搖晃 那個就是QT的先天條件 它的搖晃的方式呢 是一種橢圓形的 有一個很大的轉彎 在這個過程之中 如果中間又有伸縮縫 你就會發現它會這樣 所以我們來見識一下 法爾斯避震器有沒有辦法讓這一個 幸好男人軟腳板有沒有 變成硬起來的版本 硬起來 過了幾個跳動路面 真的硬挺很多耶 而且不會跳 它是那種往下吸下去的那種感覺 然後再回來 避震器的行程變得好短 感覺如果你輪胎換一換的話 可以跑喔 我覺得外面的改裝避震器 很難顧及到後座的舒適性 對 那老闆你看我們 我們去試過幾台車 包含你自己去試過幾台車 好像幾乎都是後座 對 都是後座調不出來 即便它前座已經做到很漂亮 可是後座還是 反而那是駕駛 又不是坐乘客 駕駛說好都好啊 花錢通常都是坐在駕駛這邊的 這條路很爛喔 我覺得我的後座還不錯 因為它剛剛有幾個比較深的坑有沒有 它的車子沒有說像改了短行程的避震器之後 它會怎麼甩下去 然後再彈起來 它的輪胎是放得下去的 這個沒有那種 現在是貼在地上 沒有那種會跳起來一下 我們車現在是貼在地上 所以不會有那個不安全的感覺 這個後座 還可以喔 不錯喔 你什麼 其實其實你知道 這台車 原本是有一些震動的 現在沒有了 但我不知道是 換正常 不是不是 翻翻盤從來就沒有震動 是車身 喔 避震器軟過頭嗎 你知道耶 就一直會有一些晃動 你看到那個不平路面的路感 感受如何 它是往下掉的 它不是起飛那種 因為我之前誇張一點 有些坡喔 我只要過去 然後我可能沒有注意到它是有高地差的 我右後面是會飛起來的 這邊 Serie 請進去 進行 進行 你注意rape 流彈 山 地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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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